舒淇出席活动,不愧是知名女神,胸前直接开插到肚脐,太敢穿了,上半身真够清爽。 之前台湾金马奖,真的是万众瞩目啊,每个女星都想尽了办法枪头条,但是我们最期待的舒淇果然没有辜负我们的期望,依然穿得够尽力,一下就枪到了聚光灯。 舒淇当天穿的是一身金色漏空礼服,简直美到爆了,这风格也是够大胆的,胸门大开,都快到肚脐眼了吧,身材是真的太好了。 不愧是我们心目中的性感女神,穿衣服就是大胆,不知道家里的冯导有没有哭晕在厕所呀,这一身金色漏空连衣裙上身效果大气漂亮,够显气质。 我们再来看看之前的一些时装秀的穿搭吧,她的穿搭一点都不输留言,真的,之前她说要转变风格,但是实际上的行动还是出卖了她。 全身薄纱裙的穿搭一般人还真不敢随便穿,真的太透视了,上衣镂空也只有起到了啪的效果,这样穿确实很性感,但是风格太大胆了。 之前穿的这件胸门大开的毛绒装,真的太吸引眼球了,真害怕一不小心就走光了,开插开得真太大了。 这样穿出去,也不知道她会不会行动不便呀,这风格实在太大胆了,测个身,或者是弯个腰什么的就很容易走光了呀。 其实女神的身材这么好,随便穿衣都很美的,真的不需要靠大尺度来搏眼球了,这一席露线黑色裙,腰带真是个亮点,轻松打造出高腰线,线手线高两步。 书齐,英语,书齐,1976年4月16日。 本名林立会,台湾女演员。 书齐因演出电影《色情男女》而开始广受注目,以此片和其后的《红星十三妹》分别入围第33届和第35届金马奖最佳女配角,并以后者获帝金马奖最佳女配角奖。 其后,书齐以飞一般爱情小说,千禧慢播,最好的时光,不再让你孤单,心油,降魔片,刺客碾眼娘,健忘村等作片入围金马奖竞出最佳女主角奖,并评注最好的时光。 在第42届金马奖获得最佳女主角奖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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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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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